原住民族特考是许多族人想要踏入公职的重要管道 根据考选部分析 今年原住民族虚用名额只有187人 比起以往更低 缺額更高达66人 考试委员普中成指出 除了66个缺額之外 今年特考 到考率只有5成 族人缺考情形令人担心 报名的人数是3064人 然后到考的只有1756人 到考率勉强超过50% 原住民族的社会对这项考试 它的重视的程度 比起一般的社会 主流社会 显然有落差 考试委员普中成提到 其他国家没有原住民族特考 为了加强台湾原住民族主体性 能有效参与族群事务 因此设置特考 并适时保障特定区域族人参加特考 像是设置蓝宇分发区 但报名族人却寥寥无几 历年来几乎都是零人报名 或者是一两个人报名 这样的现象对当地的 不管是公共工程 或者是行政事务 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在我们来讲 代理人员他的这个专业 绝对比这个考试录取的人员 是有一些一个落差 考试委员普中成认为 应该检讨设置蓝宇分发区必要性 近期将建议考选部级原民会商讨 如何加强原住民族人参加特考意愿 不过针对是否会开设辅导专班 鼓励族人应考 原民会表示暂时不做回应 记者诸顾Galiti Lunum台北市采访报道